哈喽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百货战警这部电影 男主角保罗的梦想 是想成为能保护人民的优良警察 虽然他身材壮硕 但身手却非常敏捷 只可惜他有低血糖的状况 只要一段时间不吃糖 就会痛苦难过的马上晕倒 所以他参加了八次警察考试 都因为低血糖的关系失败了 只能去主角百货当警卫 满足一下保护人民的愿望 再来说说男主角的家庭状况 他老婆是外国人 之前一拿到身份 就抛下他离家出走 因此目前他是和母亲跟女儿同住 两人也很担心他的状况 毕竟失败八次老婆还跑掉 很怕他会想不开啊 总之这天 男主角一如往常来到主角百货上班 骑着他的平衡车巡逻商场 顺便偷看他心仪的对象 最近刚来百货上班 卖法式的女主角Amy 在一如往常 处理百货里发生的各种状况 像是带新来的警卫阿薇 去了解环境 抓住在卖场超速狂飙的老伯伯 或是去帮助那些 发生政治的客人解决纷争 到了下班时间 男主角就跑去搭设女主角 还供气私用的 用平衡车送他一程 女主角就觉得他很有趣的 愿意把电话号码给他 和他传简讯聊天 还热情邀请他 晚点在酒吧举办的百货员工聚餐 一定要来玩哦 于是男主角下班后 立刻换了套帅气服装 下去酒吧找女主角HAPPY 可在HAPPY没两秒 不会喝久的他 就在意外情况下喝了一堆酒 结果马上对到失去自我 丢了一堆脸 像是跑去找女主角求爱 跳进舞池中央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还睡到地上骑不来 或是一不小心 撞破酒吧窗户之类的 惨到不能再惨就对了 隔天 男主角上班时 就跑去找女主角道歉 希望他不要因为这些事情 就讨厌他 女主角也仍很好的说 不会啦 人家不在意啦 啊我现在要赶在百货里的 银行关门前去兑现支票 剩下的晚点再聊 或传简讯给我好咪 最后男主角就去巡视卖场安全 也被电话店老板给叫住 老板说 自己有急事要去银行一趟 拜托他等店里小孩打完电动闪人后 帮忙关个门 男主角就认很好的答应了 还趁小孩都离开后 自己跑进去爽弯一番 同一时间 有群枪匪 从控制室的门溜进来 一路来到百货大厅 亮枪蹦蹦 要顾客们快点滚出去 否则送你升天 接着 枪匪占领了警卫室 夺取监视器控制权 并将所有对外的门封锁 装上红外线感应装置 然后枪匪 就来到百货里的银行 要男的脱下戒指项链 女的也脱下戒指项链 令人没想到的是 也在银行的阿威 竟然就是这群抢匪的老大 他是假装来当警卫 实在调查环境好心抢的 那阿威的计划 不是抢劫银行一个钱 是要手下去每家店里面 把信用卡机器的密码取走 这样才能盗取客人资料 拿去盗刷之类的 应该吧 我也不晓得 反正手下们接到任务后 就咻咻地迅速行动 另一边 已经逃出去的警卫和客人 就马上报警求救 大批警察和特警队 也很快赶到支援 只是他们 全被阿威设置的陷阱炸弹 阻拦 根本无法进入百货里 至于男主角嘛 在电玩店里玩嗨了 一阿根没发现抢匪混进来 离开电玩店发现没人 也单纯认为 是关店客人都走光之类的 所以他就在返回警卫室的路上 遇见正在超密码的抢匪 注意到状况不对的他 便马上转头逃跑 并靠着对百货的环境理解 轻松就逃了安全地带 他也赶紧打电话 告诉逃出去的警卫组长状况 而在一旁的警察队长 就要男主角快点离开主角百货 避免节外生知 但男主角一出来 就看见女主角的车还在停车场 也就代表 他现在很可能 被抢匪抓住当人质啊 怎么能丢下心理女孩儿独自逃跑勒 因此他立刻反为百货 想对抗这些邪恶的抢匪 接着 男主角就找了个地方 躲起来观察银行 确认状况后 他就发挥主角神力 把在抄写密码 和要抓他的抢匪 全都压在地上摩擦 像是用泰山压顶 把抢匪一号压到昏岛 啊啊啊啊的冲向抢匪二号 把他装进机器里 再蹦蹦蹦地打晕 把抢匪三号从屋顶推落 一起掉进球池 再驾着他的平衡车起身 用头吹干爆对方 不过虽然顺利 男主角也还是在过程中 受了严重的伤 痛得他 真的赶紧用OKBON 抚平一下伤痕 另一边 男主角的女儿 有事跑来找他 就顺利从阿威 没封锁的员工通道进入 结果不清楚状况的女儿 就被阿威的手下抓住 阿威就打电话 威胁男主角 赶快来银行前面投降 别再捣乱 要不然就把他女儿跟女主角 全都送到天上去 于是男主角为了心爱之恩 就用一招掉虎离山之计 作为一个假人骗阿威离开 再爬天花板到银行里面 用绳索救援人质 不过有个人质太壮了 他掉不起来 花了太多时间 就被赶回来的阿威发现一切 气扑扑的阿威 就抓走女主角和他女儿 一路开车逃往机场 哦对了 阿威刚才 已经从手下那得到密码 所以抢劫已经成功 没有必要留在这了 男主角见状 就也开着上场野的展示车 一路冲出百货 那特警队队长小明 看到后就拦下他的车 自告奋勇要一起去抓阿威 于是他们冲冲冲冲 哄哄哄哄 拉风后 就追到阿威 男主角也打算 直接跳到阿威的车上 可惜电影里都是骗人的 他跳的瞬间 阿威加了点速就害他扑空 重重摔入地面 不过不怕 男主角天生省力 马上就站起来 直接跑到机场去 虽然过程中摔了一跤 但还是成功追到 准备要上飞机的阿威 并靠一招主角主角 就轻轻松松制服阿威 没想到的是 赶来的小明 竟然掏出枪来 要男主角别动 原来他也是枪匪的一份子啊 不过没差 小明先花了五分钟 侃侃而谈他的邪恶计划 等他准备要杀而密口时 赶来的警察队长和警卫组长 就蹦地打掉小明手中的枪 三秒将他抓住 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最后 经历了这么多苦难 男主角就决定 不管三七四十六的 直接向女主角告白 而女主角嘛 也被他这一连串的行为感动 情不自禁地爱上他 马上跟他呜呜呜呜 还立刻跟他结婚 电影就演完咯 是不是单身 得知事后 阿飞就成功约到他去喝咖啡哦 结果他竟然是安利的一份子 待会到安利的总部喝咖啡啊 那你有什么百货经历呢 你有没有听过安利啊